因为我就是不想要赶紧 但是有个问题是 不想要说才会是 谁能想到P哥中 那个和李久泽抱头痛苦的催促男人 宝石老舅实际上是这么刚的一个男人呢 P哥三收官才紧紧过去一周 这么快就出了新歌电视其中的乱象 到底宝石老舅骨子里是个不认输的嘻哈爷们 事实上也是看完老舅的新歌 才更加确认了这是披荆斩棘的陈楚生 其实一档进这类真人秀 有助有赢很正常 不管是陈楚生宝石老舅又或是蔡国庆等哥哥 心里早就做好了准备 可是从二宫开始 队友苏小丁因为表情管理被拔红牌 陈楚生帮忙应战拿下了胜利后 三宫整个部落就开始被别的部落打压 最后输了比赛走了队友 四宫组队之时 还要被一面最大的国民舅舅王耀庆晋晓在一边 而明明四宫老舅和王耀庆部落联盟拿了第一 可最后还是要把老舅的部落打散 老舅以为武功和陈楚生李久哲一起再造一个行走的鱼 可以圆圆满满的结束批歌之旅 确实万万没想到兄弟们就想唱个无情分的燕窝 最后没唱成还被甩过给自己和陈楚生 也难怪老舅在歌词中写道 那么多的歌 就让我来当个小老弟 确确实是很气愤啊